英国公党领袖施己言的政纲是有一条 其实不是任何的政策 是口号 他答应上台后会实现英国民间的均富 均富即是平均自负 这个口号令我想起习近平在两年前曾经说过 他要推动于中国的财产平均分配 这些均富也好财产平均分配也好 都是社会主义意识的一些空想 令人奇怪的是施己言为什么会说一些这么无知的说话 就是他上台之后会推动英国均富 什么均富是有可能的 施己言本身是左派出身 我说过他二十五年前